大家好,我是Dr.Wendy 我想大家都相信在這個癌症資訊網上對我這個人應該都不陌生 疫症流行得很重要,特別是Omicron 這次變種的新冠肺炎,其實對癌症病人來說 這段時間都非常緊張,尤其在市面 不斷在市面搶蓮花清溫膠囊 很幸運,我作為中醫師也買不到 但是對癌症病人來說,其實除了西醫 大家也知道,Dr.Sandy也會告訴大家有什麼藥 可以開門口,癌症病人真的發現自己有兩條線 應該怎樣處理呢?中醫能否幫助呢? 今天我們很開心的,有郭瑩瑩醫師 她叫做Cherry,從她的角度 她本身如何看待癌症病人 在這個弱陽性的情況下如何去中醫處理 Cherry,不如你說一下自己的經驗 因為你本身都是主力看癌症病人 其實中醫如何去理解這個Omicron 不如你幫我們說一下 大家好,多謝資訊網 和Dr.Wendy的邀請 今天也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我們癌症病人發現自己測試有藥陽線的時候 我們應該做什麼呢?中醫又如何幫到這些朋友呢? 剛才Wendy也有提到,有關於蓮花清溫的小小事情 我們後來也會做一些關於中醫的分享 譬如什麼人適合、什麼人不適合、什麼時候應該吃等等這些問題 事不宜遲,我們不如就開始了 首先,不如簡單分享一下 我們中醫是如何看新冠肺炎變種病毒Omicron 相信大家的Omicron其實已經不太陌生了 新年過後,其實我們看到傳染數字幾何級的上升 中醫認為Omicron其實是什麼呢? 原來它不是一種簡單的感冒 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天地之間的液氣所導致 它就表現為一般的風寒或者風熱 一些愛感的風邪會比較重一點的 它的特點就是大家感染到會有一些比較類似的症狀 熱傳染力都非常之快的 表現一般就比一般的感冒會比較重 我們這個表格可以看到原來Omicron同族 最早期的COVID-19是有少少的變化 最早期大家開始在說新冠肺炎的時候 我們經常會看到患者會有發高燒、吸收、肺炎的表現 但我們最近看到Omicron的病日 主要都是以一些風寒的症狀為主 譬如尖寒、尖寒、發少少低燒、流青蹄和吸收 不過它有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傳染症非常之高 潛伏期又相對比較短一點 那麼在這場疫症之中 中醫是如何可以幫助一起齊心抗疫呢? 原來在內地剛剛開始爆發這個疫症病毒的時候 當時的內地政府是以方倉醫院這個治療計劃 去做一個病人的隔離和治療的 都很高興 當時他就聘請了一些中醫、臨床的專家 配合西醫一起做治療 得到的數據都非常令人鼓舞的 我們發現加入了中醫治療之後 病人的轉音率是有明顯的轉高 和重症率都明顯有改善到的 當時中醫專家提出三方三藥 作為一個治療的政策 例如三方我們會有清肺排毒湯 化濕敗毒科、酸肺敗毒科 而三藥裡面有金花青感科粒 蓮花青胃周朗 和一些血必靜的注射液 相信大家對於蓮花青溫和金花青感 都不是很陌生的了 稍後我們都會分享一些關於他的中醫小知識 血必靜其實是一種注射液 香港的中醫我們是處方不到的 這裏有少許的數據 其實可以看到當時的方艙醫院 是管理了非常之多的病人 而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 服用中藥的病人 整體有些治癒率是高了不少的 在這場疫症之中 尤其是看到越來越多我們的市民染疫 我們中醫都十分之希望可以在其中盡一分的勉力 所以我們最近有一個民間中醫結盟抗疫計劃 我們有五百多位來自不同機構 或者大學的註冊中醫師 通過參與計劃 利用我們的電話 電腦 通過WhatsApp FaceTime 或者是Zoom 去提供一些遙距的視像醫療 那就令我們有初步確診 或者確診 但是沒有醫療支援的人士 去得到適當的中醫治療 那我們希望可以減輕 減輕感染疫的市民 有些重症 或者是舒緩他們各種的不適 那我們就聯絡快遞公司 那會將一些中藥送到家 可以令到他們足不足夠 都可以接受中醫治療 但是我想問 譬如你說真的在飛山做這個延距應診 那會不會說很貴 那其實 遙距應診 我們需要的只是我們平時用的電話 電腦 而至於你說收費方面 其實是根據不同的機構 或者大學他們有自己不同的收費 但是我們也有些免費的 可能大家最近新聞也有聽到的 有關於一些中醫疑診的服務 Kerry 我知道 其實剛才說的民間中醫結民抗疫計劃 其實有很多一些詳細的內容 很多癌症病人都有幫助 你可以告訴我們一些詳細資料嗎 那關於這個民間中醫結民抗疫 其實原來有來自不同的機構 他們是一個自主發起的 那我們可以其中看到 除了有些是有自己的收費服務之外 有些機構都會提供一些二層的 譬如這裡我們有幾條 幾條連結是可以看到不同的協會 他們舉辦的計劃 譬如最大的註冊中醫學會 又有香港中醫院的中醫院校聯職 還有香港每大學都會有一個 免費的網上疫症活動 而這個應用程式 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 按進這幾條連結 去看看這個詳情 好,其實Cherry 不如我們說一下現在民間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們現在正在說癌症病人 其實是否真的可以用這個 蓮花清溫膠囊 就是剛才說有遙距應診 有中藥 那其實癌症病人 有沒有一些中藥要很小心 你可不可以解釋多一點給我們知道 嗯,那疫症狼襲 可能小癌症的朋友們都會有點疑惑 可能自己本身在吃中藥 或者是本身在吃標靶藥 那要開始在思考 有什麼中藥我可以吃 或者有什麼中藥我又不應該吃 那我今天可以簡單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可能大家都會很擔心的 中藥是否一種比較毒的藥品 但其實中醫師可以說 當我們用得適宜的時候 這些藥材其實是不如坊間流傳得這麼毒的 那在疫症初期 其實我們中醫是要分證營 分一個病的時期去用藥 當這個疫症初期的時候 我們多為一個風寒或者風熱的表證 當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如太過進補了 如果有些癌症的朋友 平時又吃比較調補 知陰補氣的中藥 譬如一些檔心、屬地等等 這個時候就應該停一停 因為當你有風寒風熱 有感冒的表證的時候 再吃一些這麼薄的藥品 可能會令你這個感冒 或者疫症去千言不語 即是我們中醫所謂的閉門流扣 那麼我們可以簡單說一下 當這個疫症的時候 我們會主要用到什麼中藥呢? 這些中藥會不會對你的癌症有影響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 尤其是藥陽性的時候 我們主要會出現在疫症的初期 和疫症的後期 疫症初期我們剛才也提到 在一個風寒風熱速表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些疏風解錶的藥物 譬如霍香、荊芥、桑葉、桂枝等等 而疫症的後期 我們都會看到一個廢陰異傷 氣血不救的情況 我們會用一些清潤、滋潤、調補、調氣、氧氣的藥物 譬如沙心、蜜冬、法術等等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提到剛才的一些藥材 甚至可以在我們的食材中看到的 其實證明它對我們的腫瘤其實影響不太大 有些比較特別的情況 譬如有些癌症病人 是已知自己對什麼中藥有敏感 而那些中藥可能出現在 中醫師推薦的藥方當中的時候 就要非常小心 應該跟自己的中醫師說 而避免服用這些中藥 那其實基本上很多癌症病人 現在真的很… 就算去到外面去見一見醫生 除了它自己要知道之外 那家人怎樣幫助他們呢? 說真的 嗯 這個蓮花清溫膠囊 是不是真的癌症病人都能吃呢? 你也說到這些 在說梳風解表的中藥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影響不大 嗯 是的 那我們不如先說一下蓮花清溫膠囊 其實大家經常都聽到蓮花清溫膠囊的名字 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實裡面有些什麼成分呢? 原來其實成分包括有蓮橋 牛巴 椎麻黃 杏仁石膏 巴人根 麻冠重等等這些藥材 其實在中藥當中 這些藥材其實是偏清熱解毒的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原來疫症有些 有些朋友因為體質的原因 其實多表現為一些風寒表現 而剛才也有提到 Omicron其實是風寒為主的 比如咳嗽、流清淡、護寒、低燒等等 這個時候其實蓮花清溫 就不太適合這一類的病人服用 甚至他的感冒可能會越吃越差 而在這個蓮花清溫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成分的 例如在麻黃裡面 他的成分是麻黃鹹 他本身有一種提高心率 升高血壓的作用 那本身有高血壓 或者是在吃心血管藥的人 其實要多加小心服用 其中還有一個銀巴 銀巴就是我們查到病 患者禁用中藥其中之一 都要非常小心 那就盡量去避免服用了 最後對於我們這些癌症的朋友而言 可能免疫力太低 譬如在進行免疫治療 或者標靶治療的時候 都避免服用這個蓮花清溫交流比較好 剛才Mindy也有提到 解釋多一點點 為什麼他在做標靶和免疫治療 為什麼不可以吃這一隻腳 嗯 當進行免疫治療 或者標靶治療的時候 患者的免疫力是處於比較低的狀態 蓮花清溫本身就屬於中醫裡面清熱解毒 效力比較強 他以前呢 其實是適用於比較發高熱 腱頭痛 甚至腫壓 又沸爛的病人而用 當比較強的藥效 用於這些病人身上的時候 甚至可能會出現 他覺得佛力 甚至是不傷到靜氣 所以是不太建議 這個時期的患者 是服用蓮花清溫交流 其實大家記住 如果發冷發得厲害 喉嚨痕 然後痰又白色的 終於說了 風寒感冒較為明顯的病人 就真的要不要亂吃了 再加上你本身免疫力低 又在做標靶或者免疫治療 就要小心了 嗯 好 剛才也提到 如果家中 如果癌症患者 是發現自己已經染疫 那家屬應該如何幫助他們 如何照顧他們呢 其實都有不少是很基本 需要做到的了 譬如我們要定期幫他量度體溫 那就看他是不是一個處於 非常之高熱啊 甚至或者是高熱的狀態 那我們定期量度體溫 其實都有幫助我們見到 這個疾病的一個進程 是向好的方面 還是向差的方面 那我們都要隨時保證 或者是有一個充足的水分補給的 那我們在臨床見到 不少的這些熱烈的病人 我們發現呢 病人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的 原來他們都覺得很寡寡 很淡淡 沒有什麼食慾 當吃夜幾天呢 其實明顯的精神狀態 是不是很足夠的 這個時候呢 我也都建議 如果家屬呢 有時間可以多些煮一些 好口啊 清淡 有色彩豐富的一些食物 那就可以刺激下患者的食慾 那就令他們盡量多些 慢慢恢復身體的抵抗力 那中醫又認為呢 其實原來白米飯呢 可以提升我們的正氣 那這個時候呢 都可以適當 盡量多些白米飯的 有些什麼建議 除了白米飯之外 你說顏色豐富一點 有沒有說其他東西呢 嗯 顏色豐富一點 那其實可能好看一個 會不會轉 或者是如何搭配色彩 那譬如不同色的蔬果 本身花椒 就是那些青椒啊 或者彩椒 本身已經有非常之多的食的了 或者番茄 這些彩色總好過是 或者是白色的雞肉啊 或者是綠色的青菜 那這些彩色呢 就會令人比較有食慾 所謂的色香味俱全 那他就比較想盡食的了 我想問一問呢 其實有時候他們 竹或者米飯都會放多些薑的嘛 那其實以COVID的病人來說 他們譬如白米飯 加多些薑 讓他們刺激回胃口 我們喜歡說胃氣咎 那其實幫不幫到手呢 都可以試一下的 因為我自己都有建議 尤其是韓濕比較重的病人 是多些煲薑水加糖 這樣喝下去 但是我也發現 有些病人 本身就很抗拒薑的味道 那當他不喜歡吃薑的時候 你白米飯又給那麼多薑 我就比較擔心他更加不喜歡吃飯 是 好 那有什麼情況下 如果真的太嚴重了 我們要小心 大家都知道現在醫院很難進入了 那怎樣可以觀察到病人 應該什麼時候或者什麼情況下 需要去找人幫忙呢 是的 雖然我們剛才提到Omicron 他也是一個低消為主的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小朋友 老人家是比較高消的情況 這種呢 當尤其是他開始出現高消不退 甚至有少許神分 起速呼吸困難的時候 那家屬就應該是提高戒備了 那是開始發現精神狀態不太對的時候 就應該打一個緊急的電話去做一個求助 那除此之外 如果真的不知道吃什麼西藥 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患了疫症的腫瘤家屬 那其實呢 坊間也有不少的電話 是可以一些支援電話可以打的 例如我們剛才提到的Link 或者你也可以幫 或者去聯絡不同的 提供視障服務的中醫師 那可以得到更加多的資訊和支援 那最後啦 那其實關小小的中醫 和癌症 對於癌症病人的認識 那本身我們認為 癌症病人的體質是正氣不足 而邪失耐性 那他們本身抵抗力就不夠的時候 那家屬呢 可以做到的第一保護 就是盡量把他們 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感染風險的環境 那自己出入的時候 除了勤洗手之外 其實都盡量避免外出 尤其是高風險 多人的地方 那盡量把病毒打回家裡 令他們保持一個比較乾淨的衛生環境 去保障癌症患者 其實呢 剛才你也有說到 癌症病人 蓮花清溫膠囊 就未必適合 但是譬如說 他們確診了 有時候都在整個家人裡面 那癌症病人不吃了 那家屬吃都行不行呢 究竟你覺得中醫應該怎樣看這件事呢 嗯 那剛才也少少提到 其實蓮花清溫膠囊 大家記不記得它的特性是什麼 對啦 它就比較清熱解讀的 那對於體質本身就偏寒 偏寒濕的病人 或者是今次染疫 是以寒寒濕為主表現的病人 其實都不適合吃的 反而會越吃越重 甚至是拖延了疾病的治療 嗯 甚至可能有些 那些市民呢 其實經常都覺得自己熱氣的 那這些是我們臨床都見到不少的病人 譬如說 我們熱氣啊 要吃龜苓啊 要喝二十四味啊 但發現他越喝越熱 越喝喉嚨越痛 甚至開始便秘 但是這些是為什麼呢 原來他們這些熱氣 其實是屬於我們中醫認為的虛熱 是一種假象的熱 這些熱會越清越熱的 那就是換言之 當一個患者有少許虛熱的時候 而他自己吃了蓮花清溫膠囊 這種熱呢 不單止不退步 甚至可能有加重的表現 那這一類的病人 都是不適合蓮花清溫膠囊的 其實基本上病人 怎麼知道自己的體質是什麼 而去選擇蓮花清溫膠囊呢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嗯 那對於大家如學長 自己體質呢 其實這個是比較 可能對於普通市民來說 是有點高深的學問的 甚至很多人呢 其實會不換了自己的體質 就像剛才提到 通常呢 很多人會將自己的虛熱 認為是一種實熱的 那他吃錯了藥材 喝錯了涼茶等等 那大家如果真的有相關的疑惑 其實我建議呢 你就向身邊的中醫師 去做一個專業的諮詢會比較好 好 謝謝你 Cherry 我想今天也有深入潛出 知道多一點 究竟中醫如何體內 那個蓮花清溫膠囊 或者整個Omicron 那希望那些資訊 對癌症病人來說 或者他的家屬 或者照顧者 都會有相對應的資料 可以去找到那些機構 謝謝你 Cherry 謝謝你 謝謝癌症資訊網 謝謝你